過去呢如果你是志願役的男性 那你是要叫招的 可是女性是不用的 那所以這是第一次是女性要叫招 那我想這14位女性去叫招 我們都很感謝他為國家的付出 但我們從剛剛的影片看來 就說不是這些軍人的問題 而是呢我們的政府 想要形塑出來的就是 好像大家都很想當兵 好像大家都非常的有意願 但我們要問的是 實情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真的要看說大家想不想當兵 你就看 現在目前每年退伍的人數 然後包括新考進去要當兵的人數 那現在呢過去有一些新聞 也已經提到了 最近要願意當兵的人 跟最近一直退伍的人 其實都是想當兵的人變少了 想退伍的人變多了 這才是真正的事實 所以我們政府透過14位女性的叫招 這麼光榮的表現 但他其實實際上 他是想要掩蓋一個 大家不想當兵的事實 所以你看到政府現在 把矛頭對準了 女性的叫招還有什麼 警察也要學怎麼去投手榴彈 過去權動法沒有通過 但本來要把16歲的不分性別的男女都造冊 然後資料上傳到國防部 然後去看他們有什麼專長 未來如果要打仗的話要用 然後呢也是跟這個警察一樣 保二的警察變軍隊化 那你看到的這些女性他們還要去幹嘛 也一樣要做成政戰 我們過去在做很多演練的時候 我們都是做什麼貪案的守備 就是說過去很多的演習我們的重點放在 不要讓共軍上到灘頭 可是大家有注意到嗎 最近這一兩年來我們已經從 不要讓對岸上灘頭變成是 他已經上了灘頭 然後打進來了要打成政戰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處理 所以已經是第一往後退了一步 第二更可能發生戰爭嘛 過去想要守在外面 就是我們覺得能夠守住 守在外面就沒事了 現在不是喔 現在是假設他們都能夠成功上岸以後 我們要在城鎮裡面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差別是這一兩年來比較明顯的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一下 難怪寄星集會說 台海之間的關係如果不好 那全世界都是變得越來越加危險 你今天已經是三次了 包含之前歐布萊恩跟這個 就是摩爾他都是這樣講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不用管有沒有斷章取義或什麼 你也不用針對這個議員 你說這種說法我們不接受就好了嘛 三軍統帥跟行政院長出來講啊什麼 還在講說因為那個是抖音啊什麼的 那不重要 重點是當他已經這樣講 而且雖然是議員意見 旁邊也有國防部官員立刻制止他 但我們要表態嘛 邱國正的說法無法解決 美國可能這樣做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在講呢 以為開玩笑聽人嚇一跳 後來笑著笑著就哭了 原本我們講說 大陸打過來的時候怎麼辦 躲到故宮躲到台積電嘛 現在呢只能躲故宮了 躲台積電可能會被美國的飛彈打死 怎麼會這樣呢 那前面剛剛講的那一段 其實我還蠻感動的 因為這14個人 他的效果不大 只有14個人 但裡面呢 好幾個都已經結婚了 有一位這個姓何的腳腳 跟他先生 是他先生送他去 他們是自願的 報名的 有很大的用處嗎 不至於 但是呢 14個人7天 昨天報導 今天開始就是 五公里行軍 也不是全裝備 是帶槍行軍 但至少他們是認為說 我們願意回來 因為以前當志願役的 這個女士官兵 我願意回來再訓練 就是為家為國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去批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